薛举接受了郝元的建议 联兵梁师都 并送厚礼给突厥 希望合兵并立 东逼京师 一直以来 李霞父子之所以可以视如破竹 功无不克 除了李渊独特的战略眼光 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和突厥之间良好的关系 如果郝元的计划真的成功 引得突厥入侵 后院起火 对于李渊来说 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 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李渊将用什么样的奇招 来化解这一紧张局面 最终郝元的如意算盘 能打响吗 李渊这个人不愧 给突厥人交道非常的多 李渊要充分利用一下 突厥人的弱点 突厥人的优点 是战斗力强 武装力量强大 但是突厥人也有天生的一个弱点 怎么呢 战略上非常的短视 他们最在意的就是现实的利益 所以李渊决定软化 拉拢一下突厥 他派遣了一个光露青 叫做宇文新 宇文新这个人有个特点 这个人熟悉突厥的内部事物 而且这个人口才极好 李渊派遣他 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 来见谁呢 来见突厥的这个莫赫多社 这位莫赫多社可不是别人 他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突厥的杰利克汗 他贿赂这个莫赫多社 最后突厥拒绝了薛举的要求 也就是说李渊暂时的缓解了北方对自己的这个压力 在外交这个战场上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 此时形势稍微安定 李渊决定进行他人生当中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建国呀 当初隋扬帝的死讯传到长安的时候 李渊还曾经痛哭 还说了 隋扬帝的死导致天下各股势力 要重新洗一次牌了 隋扬帝的死 把列墙摆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大家现在是平等了 那么此时 隋朝的各个傀儡皇帝 戴王佑 还有那个洛阳的那个岳王瞳 都已经失去意义 对于李渊来说 这阵已经用不着再装了 而且自己这阵手握数十万雄兵 天下归心 又占据着长安 在这种情况之下 称帝的一切条件 可以说都已经成熟了 因此他最后就正式登基 当了皇帝了 当然了 按照大唐创业起居入的这个记载 那称帝的这过程啊 还算得上是一波三折 按照这个温大雅的说法 就是说 说这个主动提出来 要善让的 当然就是这个隋公帝 也就是这个杨幼 说这个杨幼看到自己啊 大势已去 于是呢认为天命已改 所以呢 自愿善让 那么李渊呢 也是再三的这个辞让 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之下 迫不得已 这才当了皇帝 经历了几天的准备之后 在意宁二年五月甲子这一天 李渊正式在长安 举行了登基大典 自己登基当了皇帝 改国号为唐 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 从这一天开始 一个将持续三百年的强盛王朝 拉开了自己的序幕 紧跟着 李渊又颁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政令 他宣布以李建成为太子 以李世民为上书令 以向国府的这个长使 培记为上书又谱 以向国府的司马刘文静为纳言 以这个隋朝的民部上书 萧宇和向国府思路斗威为这个内使令 并且废除隋朝大业年间的一系列的律令 颁布新阁 而且宣布这个天下官人百姓 普遍刺绝已及 异军经过之处 己赴三年 这是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政令 就这样 一个新兴的国家 跃出了这个地平线 而且李渊这个人呢 还是一副平易近人的这个姿态 在群臣面前呢 不称朕 始终称自己的这个性命 甚至议事的时候 他时不时拉着大臣 来跟自己一起做 这下子啊 大臣惶恐了 你比如说刘文静等人 就劝说他 刘文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欢乐 我是没齿不忘了 所以啊 你们不要在意这件事 而且李渊这个时候 表现的自己啊 非常的这个 这个大度 虚怀弱骨 你比如说 刚继位没两天 就有这个万年县的法曹 叫孙福佳 上来给他这个奏事 奏事的时候 是劝谐他 是这样说的 说是这个隋朝为什么而灭亡 就是因为倒行逆施 陛下 你龙非太远 你是知道 自己是为什么有这个契机的 可是 我见您刚刚登基 第二天 就有人给您献那个药婴 然后您还接受了 说实话 这是玩物丧志的公子哥的做派 这不是一个英主应有的这个做派 隋朝阳帝时期 盛行迷迷之音 结果我现在听说怎么的 太常寺在长安城内到处争调民间妇女的惨衣 准备在玄武门举办歌舞大会 我劝您 赶紧把这件事给停止了 否则呀 败坏刚记 另外一个 现在诸位皇子 都有自己的幕僚 我劝您 在选择幕僚的时候 一定要精心再精心 如果选了小人上去 离间骨肉 那后患无穷 诶 唐高祖李渊听了这个 孙福家的这一系列的劝谏之后 觉得很不错 说的很有道理 一一兆万 并且给孙福家授予了 智书士玉史的这样一个指弦 用这个方式 体现了这位新君主 这种虚心纳贱的 这样的一个作风 至于那位可怜的隋公帝杨幼 他呢 退居回了自己当年的这个戴王府 到了第二年 杨幼去世